新城鄉台九縣北上路段 有一排台灣卵樹被不當修剪 整個樹頭是光凸凸的 樹枝全部被聚下來了 經過調查發現 是附近的民產店家 擔心招牌會被樹木擋住 因此自行修剪 不過這個行為已經違反公路法 得要吃上一張3萬到15萬元的罰單 行道樹的枝葉全部都被砍光光 一排六棵台灣卵樹 下場通通都一樣 路過的民眾覺得很離譜 行道樹是歸政府管理的 那你要砍你不能試試說 你要怎麼砍就砍 哪那麼好大家都這樣砍 因為要過年了 為了要美觀整齊 所以我們就修剪一下路樹 那很抱歉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經過一些程序 所以就先修剪這樣子 原來這幾顆台灣卵樹 是因為枝葉茂密擋住店家招牌 結果被員工一口氣剃光頭 花蓮縣西城鄉台九線181公里附近 有六顆行道樹被附近店家修剪之葉 不過行道樹被砍到連一片葉子都不剩 把公路總局前來巡查的養護工程處人員嚇一跳 違反公路法第72條一箱一款的 擅自使用公路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的罰則 這罰則會有3到15萬的罰款 它到春天它就會長得很漂亮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跟樹在一起很久了 所以請大家放心 原來台灣卵樹的生命力強 春天大了就會發芽 不過這種砍頭式的修剪方式 讓一般民眾很難接受 公路總局也呼籲民眾如果有需求 可以直接向公路局申請 修剪或移植樹木 千萬不要私自砍發移植 以免受罰 記者 中華報導